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有多大呢 一份清单说明了一切 但这份物资清单为什么发给了印度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中央talk 俄欧冲突打到了现在 西方国家先是对俄罗斯发起了制裁 结果却被俄方的能源反制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件事一直都被大家斤斤乐道 而由于西方国家目前面临的能源危机太过严重 民众因此闹出过不少抗议活动 而俄罗斯国内却没有怎么出过乱子 两相对比之下 反而衬托的俄罗斯好像一点都没有受到制裁的影响了 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影响到底有多大 就在不久前有媒体爆出了一份 俄罗斯发给印度的采购物资清单 看看清单内容 这个问题或许就有了部分答案 清单内的产品共计500多种 上到汽车飞机的关键零部件 如汽车发动机 飞机起落架等 下到纸张等生活用品的生产原材料 还有一些大型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等 看到俄罗斯连汽车飞机的零部件都要进口的时候 结论应该就很清楚了 西方国家的制裁 确确实实对俄罗斯的国内生产能力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以至于连俄罗斯最发达的重工业都开始向国外求助零配件 这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 不少网友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俄罗斯缺这么多的物资 不把清单发给背靠背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反而发给了印度呢 分析认为俄罗斯这是有着他自己的打算 一方面呢 俄罗斯要保持俄印之间的贸易平衡 相信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能源被西方国家制裁后 印度就当起了二道饭子 且使大量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再转手卖到欧洲 美国还因此警告过印度好几次 但有钱赚嘛 印度就敢不听美国的 总之 印度这生意就这么一直做下来了 还大赚特赚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印度向俄罗斯进口的太多 出口的呢 又太少 这种贸易关系是非常不健康的 最关键的是 他们从几个月前开始就宣布要跳过美元 直接用本币结算了 这就更加需要保持贸易平衡了 所以不久前 印度外长苏杰生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就提出要增加印度对俄罗斯的出口量 这也算是俄罗斯对此的回应了 另一方面 谁说这份清单只发给了印度的呢 有句话很不起眼 但我们也别忽视了 这份清单 俄罗斯说是向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发送了一遍的 这个其他国家就很让人互相连偏了 进口一些生产原材料的时候 找印度或许没有什么问题 但进口高精尖零件的时候 俄罗斯肯定还得看质量说话 那恐怕才是其他这个国家发力的地方 更何况美国会乐意有国家向俄罗斯出口各种产品 帮俄罗斯继续撑下去吗 恐怕会给出口国找茬的可能性更大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先让印度把美国的目光吸引到印度身上 又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因为印度的特殊性 美国暂时不会动它 印度也喜欢这么高调 那就给它这个面子 而其他国家可以在印度后面挣个礼子 俄罗斯也能进口到大量高精尖的商品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只不过这份清单爆出来后 恐怕也让西方国家看到了击垮俄罗斯的曙光 说不定会继续加大制裁力度 这样的话俄罗斯想顺利渡过难关 恐怕也就有点难度了 好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